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将军早已安排好围猎 传指 后日夜明地灵 祭祀先祖 百官随驾前往 遵旨 祭祀先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百官随驾前往 去得好 张荡叩见大将军 起来 起来 各国给皇上进贡之物 全都先给府上送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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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相同静遍地劫世 送回宫中 送回宫中 此境其在这一周代民文 轻盖坐镜四仪福 多贺中国人民赋 中国人民四字倒也新奇 连同宋宝之人一同留下 是 宫中有何动静 圣上专等着去打猎了 大司农 还饭和新任荆州刺史李胜求见 请 此番除任荆州刺史 要事事小心留意朝中之事 大司农 桓大人 李刺史 此番荣盛可喜可贺 权杖大将军提携 可怜哪 可恶啊 南山有鸟 北山长罗 鸟又高飞 可怜若当奈何 怎么 大人说我死去荆州 是避祸逃跑 李刺史 李刺史 好财食 好鸡变 你溜得好快啊 吃醉了 我醉了 不 大将军每天饮宴吃酒 醉卧梦香 却不知大祸已然临头啊 醉言醉语 颠三道四 将军不信 可去问他 我 是的 如曾说 大将军只知出城为猎 却忘却城中尚有蒙湖三只 司马氏父子 哎 又是老生常谈 真是气人忧天 哎 还记得五皇帝曾说过 司马义英氏狼固 不可负予兵权 否则久必为国家大祸呀 我早已收回兵权 至今已过十年 司马父子闲居家中 无所作为 如今司马老儿久病不起 只剩两个黄毛小儿 又何可忧 天知道他得病是真是假 好 李刺史 不妨以副任辞行为名 去拜见老儿 探听虚实 好 好 父亲 李盛出任荆州刺史 前来辞行 辞行是假 曹爽派他来探查病情是真 快 输 好 父亲 请 是 请 请 多日不见太父 特来拜王 家父启动不变多有怠慢 未曾料到太父病情如此严重 太父 太父 天子命我出任荆州刺史 临行前特来拜祠 冰州乃北方边防重地 须实施地方 我出任荆州 我出荆州不是并州 不出荆州是从并州来 是南边的荆州 不出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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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兴州而来 太父为何变成这般模样 并得耳聋 请借纸柄一用 耳朵一倍就好打岔 不怕 自去荆州要堕堕堕堕堵住 老兵缠身 死在胆息 犬子二人不成器 还望多多指教 若我见到大将军 千万带我求他 求他 求他照顾犬子 我死也安心 太父保重 下官告辞 不怕 去得好 只要他回报消息 只待他出城大猎之时 司马老儿病到如此地步 可怜 可怜 他吃了一口汤 弄得满身都是狼苍之急 可怜 司马懿奸华过人 须方其中有诈 他须法揭摆 起居不便 死在旦夕 还谈何诈数 可怜 转眼十年 他已年过七旬了 我看他老病缠身 死在旦夕 他还求大将军多多照顾他的两个儿子 他说若得眷顾死也安心 他已安排后世齐情可敏 此人若死 我再无忧矣 大将军 大将军 总领进军 弟兄三人不可一同外出 倘若城中发生变故如何是好 哪个干凡 不忧人自扰 这 兄长 大司农所言极是 不如小弟暂留府中 胆小如蜀 扫兴 大将军 要防患于魏冉 让路 驾 好 大将军 大将军 是 那 deutschen 参见太副 高司徒 在 假你以节乐行大将军事 先夺曹爽大营 是 王太普 在 入行中岭军事 速战曹西大营 是 其余官员随我前往后宫 免奏太后 是 速速占领武库 是 帮我来 出城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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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副 参军新厂 司马鲁智领兵杀出平昌门直奔高平陵而去 不 还饭可曾走脱 未见还饭出城 来人 在 诉召还饭来大仗议事 是 慢 多待军事 万万不可放走还饭 是 传令城门守将司番严守平昌门 无令牌任何人不得出城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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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西 天子车架在高平陵 此时恐难出城 大肆满印在此 我自有出城办法 福西 快 从后门走 站住 太后有诏 速速开城 清初是诏书 查阴之后放乳出城 此犯 乳在我手下做事多年 难道连我也不认识吗 原来是恩公 不放心就来查阅 不敢 开城 快开城 走 此犯 如听着 太傅城中造反 如可肃随我去 恩公 如是逃走 快追 没追上 智囊逃逸 辱之奈何 太傅尽可放心 俗话说奴马练战斗 曹爽为人只会贪恋府中娇妻美妾 纵有智囊还犯出谋 必不为其所用 对 须兴臣 尽臣太 在 在 二位去见曹爽 说我别无他意 只为学取他兄弟兵权而已 是 是 訴召殿中校尉尹大幕来见 是 子通 速作输一封 规劝曹爽 返回洛阳 是 太傅 隐校尉 如意曹爽交情甚厚 可将此信速速送至高平陵 说我与蒋太尉以止落水为事 今日之举只为兵权 别无他意 是 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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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内有变 太傅送来表彰 尽大将军 曹爽 背弃顾命 败乱国典 内则见你 外专威权 以皇门张荡为都监 专供交雀 看察至尊 伺候神器 离间二宫 伤害骨肉 天下汹汹 人怀威惧 奏有您攻皇太后 令赤臣表奏施行 霸爽西迅立兵 以猴就地不得逗留 太傅要薛清兵权 清如何裁处 我 我 生死关头速做决断 如何处置 兄长 不听劝告 这有今日之祸 司马懿狡诈无比 诸葛亮尚不能胜他 何况我们兄弟 不如自己捆绑 登门谢罪 求他免死 将军 将军 城中军兵把守如铁桶一般 太傅引兵囤于落水浮桥 看来以南入城 祝公已早定大计 兄长 兄长 大将军 智囊 智囊 何以教我 太傅已变 将军 何不幸天子家姓许都 调集外地军马 讨伐司马懿 此机甚好 只有如此才能保全性命 大四农说得对 是啊 我等全家妻儿财物皆在城中 岂可舍此而不顾 匹夫临难 尚望求生 尽将军跟随天子号令天下 谁敢不应 岂可自投罗网 回城送死 去许多吧 当肃传军令 许多粮草充足 此去仅有半日路程 大司马印我已待在身上 大将军 必须赶紧行动 调集人马 儿等不必过于摧毙 待我细细想来 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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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儿人可是从成都来 大将军 太傅令我转告大将军 今日之举只为兵权别无他意 再三严明 只为将军权重 悟请将军速速回城 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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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傅与蒋太尉至落水发誓 只要将军交出兵权 可早日回府 由蒋太尉输信在此 情势危急 万不可听信他人言语 自取祸患 兄长 回去吧 不能万万不能 快拿主意 儿子误在催逼 放军令法娃司打义 待我慢慢想来 父亲 我想带三千人马今夜禁闭高平陵 父亲 不许提防有变不如先法制人 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当然 父亲 不动刀兵能制服敌人最好 可是只恐智囊不肯吸兵 可惜智囊投错了主人 曹爽念念不忘城中之交其美妾 智囊纵有智谋必不为其所用 曹爽小儿今夜不得安睡已 寡酒难饮 想喝家老幼皆在洛阳城中 怎能经受如此重大 变故 变故 祖卿万里 纵齐霸荒 若能一统华夏 方为当世之英雄 想为数无三分天下 刘备乃一知习范吕之徒 却能偏安异渝自成罢业 那中奥妙四个字尽可难过 笼络人心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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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 不愿意尽可笼络 必是 未属三国之人尽为我用 不愿意尽 如此 这万里江山定属司马氏所有 记住 笼络人心 一统天下 一统天下 将军 思虑一夜 为何至今不能做出决断 我不弃兵 不愿意尽 情愿弃官 但作与傅家翁 足矣 虎狼之策 岂容憨睡 不愿意尽 指掌 把士兵 子蛋 曹珍 以师称雄 自认为制谋超群 为何生起三个儿子竟如蠢猪笨牛 这是大司马之业 烦老二位教育太夫 二位精心一些 要面教太夫 千万不可让外人转手 是 兄长 九出兵权只怕性命难保 太夫 必不失信于我 好 诸位别走 别走 诸位别走 别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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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太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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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жест 和 посмотреть 不预 receipt 还不行 瘋 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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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 必不得 泡妇 你是怎么回到 你不用即食 不好 宴 太不救我 太不救我 父亲 曹爽送来一封书信 说家中断炊 恳求借粮 借给他一百壶粮食 是 大将军岂可饿死 这 待等犯情问食 奏明朝廷 自有圣上才处 我愿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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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上唐来 讲 我找 我和曹爽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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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时举事 三 三 三 何人同谋 讲 擦拭三兄弟和我 还有 何燕 荡阳 礼盛 碧鬼 丁密五 五人 来 当堂画鸭 我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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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你 何燕 邓阳 李胜 避鬼 丁密五人 以当堂画贡 遇曹爽谋反事实 还犯假传太后之旨出城 谎称太府谋反 理当问罪 无人谋反 理应反作抵罪 先将他下狱 代我奏明天子 以同顶罪 还有曹爽门下官员 心肠卤之 长官夺门 阳宗夺印不语 此辈皆为各尽其职 各为其主 张邦通告 曹爽门下一律不咎 官赴原职 太府大仁大义 万民拥戴 太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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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麻公 确无害我之心 实至今日尚有热汤饼果腹 我愿足矣 快 快 天子有证 曹爽兄弟 窥似神器 结党谋反 暗律问斩 诛灭三卒 这 太傅 因何失信于我 快走 兄长 快走 太傅 因何失信于我 快走 父亲 家平三年 公元二五一年秋八月 司马懿 司马懿 病逝 其子司马师 被封为大将军 总领上书 机密大事 司马为票继大将军 卫国朝政 尽归司马市 砖断 大事 大事 公元 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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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